哦 Tenga 是Tenga嗎 不是 不是那個啦 哈哈 聖誕老人來囉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嗨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收到了七盒外國零食水寄來的餅乾零食 它有十幾個國家的零食 它一盒的長度是30公分 所以七盒總共有210公分 超過我的身高 那我們就來開箱試吃看看吧 我們先來開箱第一箱 看 裡面是這種紙袋包裝好的 拆開來 裡面有超多種各國不同的零食 那我們來試吃吧 這個上面寫蜂蜜醬油雞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 洋芋片 我們來吃看看吧 吃起來超像卡迪娜的牛排口味 要叫你什麼 叫我 工具人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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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幫忙 要叫你什麼 工具人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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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試吃 我覺得還好耶 一般般 我覺得普通 我覺得還好 普通 我也覺得普通 那我們來吃這個 什麼鬼的 上面是米的形狀 不知道是什麼 你來吃看看 好像爆米香喔 這好難吃喔 好奇怪的味道 冷真欸 吃看看 有一種熟悉的味道 就是想 這不是寫Rice嗎 那是米 對啊 Sunrise 有一種 就是寶寶食品的感覺 我不喜歡 我覺得 母湯 真的不行 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常進了 我覺得我再來 我們來就是來開幾款 就是看起來好吃的吧 欸這看起來不錯 泰國 看起來是泰文 上面寫是寫 小當家棒棒腿 BBQ口味 沒有 因為後面有中文啊 對 我吃後面小味 泰文 SAMATIKA 這個是魚的形狀欸 炸雞 炸雞嗎 炸雞嗎 吃起來就是蠻甜的欸 就有一種 炸雞不是會剩一些穴的嗎 有點像那些穴加一些糖粉 圓圓試吃 我覺得就是 蠻特別的 可是 還好 是我覺得普通 可是不會回購 可以嘗鮮那種 不會回購 圓圓呢 我覺得不行 它只有一開始吃進口的味道而已 所以後面就 完全不行 覺得有點 普通 嗯 普通 這個 章魚燒 日本的 章魚燒點心球 我們來吃看看吧 你看 做的一顆圓圓這樣 放大版的乖乖嗎 我覺得蠻特別的欸 真的有吃章魚燒的味道 可是不是章魚燒的口感 就是有章魚燒 美乃滋跟海苔的味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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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可以欸 算是普通 偏好吃 就是 我就可以滿分十分給幾分的 幹那麼多個 我覺得這不錯欸 就是還不錯這款 章魚燒口味 可以 還行 能接受 如果價格合理是會回購的那種 要先開這個嗎 這看起來 這看起來超像劍塔出擊蛋欸 這是什麼 玩具 玩具總動員 大眼怪 大眼怪 因為小丑魚 巴士光年 這是怪獸大學 怪獸大學 這感覺就是會很好吃 看 怪獸大學的 劍塔出擊蛋 我們拆看看 Tenga 是Tenga嗎 不是 不是那個啦 我這段要放進去 欸 他們兩個都聽不懂我Tenga 是什麼 這是Tenga嗎 還是 還是劍塔出擊蛋 Tinger吧 Tinger Tinger 好像是Tinger 你知道的太多了 欸真的欸 裡面有 我覺得 吃起來就是劍塔出擊蛋 好吃好吃 還滿好吃的 是熟悉的味道 你是麥香嗎 最熟悉的味道 選米檸檬眼風味 感覺就是 我覺得會好吃的那種 有中間有檸檬 夾心 酸甜的感覺 它裡面是分裝小包的 怎麼 拆開像 像方塊樹夾著那個檸檬蟹 覺得滿特別 一般我們吃到這種 就是外面不是屬於這種口感的餅乾 它是像方塊樹夾著檸檬蟹 我覺得滿好吃的欸 再我們來吃這個 德國酸酸蟲造型軟糖 這感覺就是吃起來然後酸酸的那種 毛毛蟲造型 有一點酸 覺得好吃嗎 好吃 我也覺得不錯 第一箱吃完了你們覺得哪一個最好吃 我覺得那個 劍達奇趣蛋 欸 奇趣蛋 劍達奇趣蛋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鹹的的話是章魚燒那個口味 我覺得滿特別的 然後甜的話我會選那個 飯塊樹夾檸檬餡的那個 我個人滿喜歡吃那個 然後我們再來開箱 第二箱 什麼 還有六箱 每一箱都不一樣 每一箱都不一樣 但是 它一箱都有大概十幾種的 超酷的 我們就來挑戰看能吃到幾箱吧 這個 這個感覺 7本就有賣那種 很多種口味的那種 可是它是洋芋片耶 還好我今天不是一個人吃 不然我覺得我真的會死掉 一箱有十幾種 七箱就快一百種 這小洋芋片的感覺耶 小品客的感覺 說小凡的品客嘛 我覺得不錯耶 就是正常好吃那種 洋芋片超大包的 海南雞口味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海南雞口味 太特別了吧 一般我們都吃海南雞飯 海南雞洋芋片 加速加速 好香啊 這好特別喔 有一點雞 又有菜 海南雞口味道 就是粉 我個人不喜歡 你們咧 我覺得我蠻喜歡的耶 真的假的 要是吃一片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會 我不喜歡 炙燒培根餅乾 上面有培根看起來超好吃的 會不會只是滑頌取寵欸 我們來吃看看吧 做得好像 縮小版的解壓骨喔 欸我覺得很香欸 一咬下去就有吃 培根蛋餅的感覺 可是 越吃越習慣 嗯 真的是培根 培根蛋餅 有點偏顯 上面都是 都是鹽 這我覺得普通 魷魚條嗎 像雪魚相思這個 雪魚相思 相思 夠了 它比較像 魷魚片 就是 雪魚相思的口感 可是我覺得是 清淡版的雪魚相思 口味比較淡一點 我覺得 魷魚味比較重 我覺得這個腥味比較重一點 比雪魚相思 這個也是魷魚片 這個叫 蜂蜜魚條 感覺就甜的 甜甜鮮鮮鮮 這個應該很好吃喔 我覺得 它是這樣欸 裡面有很多根 天不辣是不是 串燒店 這很像 泰國蠟魚 蠟魷魚 你們知道嗎 就是有一片也是這樣裝 可是它沒有足錢 看起來蠻像 你們一來吃一根 我覺得好奇怪喔 它沒有什麼 魷魚的味道 然後又有 奇怪的蜂蜜味道 我覺得蜂蜜跟 這個好像沒有很搭欸 欸 我覺得母湯 不是普通 是母湯 那你們覺得咧 不好吃 我覺得真的母湯 兩票母湯 你咧 真的不好吃 三票母湯 大家不要買那個 這好像都是魚系列 海鮮系列 這叫 魚蜂條 蜂蜂 辣味墨魚義大利麵風味 欸 墨魚口味的雪魚相思 我覺得還是 台灣的雪魚相思好吃欸 這不會到的難吃 就是 普通 我喜歡 再來吃這個 感覺會辣 然後有蝦子的味道 欸 裡面是這種欸 米粒形狀的 一粒一粒的 有沒有看到嗎 往沒手 嗯 豆味好重喔 普通 第二箱最後一個 巧克力味化餅乾 登登登登 嗯 好吃 第一名出爐 這很好吃 巧克力牛奶的味道 蠻甜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好吃 一推 第二箱的第一名 我給這個 巧克力味化餅乾 那你們咧 加一 第二箱最好吃的是這個 我們已經吃完兩箱零食了 再來我們就把全部的零食拆開來 選我們最想吃的幾樣來吃 你覺得嗎 這是什麼 這好像是香草條 我們來吃看看這個 感覺這個超甜欸 哇 也太 亮了吧 我來 直接咬囉 好 摸起來都是油欸 我覺得蠻香的 聞起來像 Sneakers的味道 嗯 這好像一種 好吃欸 台灣那個叫什麼 吃起來是貢糖的口感 可是是香草口味的 你覺得好吃 我覺得好吃 你覺得很奇怪 普通甜很好吃啊 你要吃完嗎 吃完 那你選一個 你喜歡吃的 再我們來喝這個 韓國的 葡萄柚風味碳酸飲料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葡萄柚的碳酸飲料 欸 我要怎麼喝 直接喝啊 直接喝 就是 雪碧 然後是 雪碧 雪碧 然後是葡萄柚口味 可以啦 就是 嗯 分打那一類的 這個 看起來 很符合聖誕節 套圈圈嗎 這好像那個喔 蘭味先 甜圓蔬菜口味那個 蘭味先 蘭味先 好你吃啊 味先 最後幾個 我們來吃特別的吧 吃這個 這個甜甜圈聯名款的 看起來很特別 裡面好像是軟糖吧 甜甜圈 口味的嗎 嗯 吃起來就是甜甜圈的那個味道 只是口感是軟糖 覺得這樣 很奇怪 比較喜歡吃他們家的甜甜圈 再來我們來吃這個 果條 芒果果味 欸 欸 長得好像肉乾喔 煮肉乾 快車肉乾 嗯 就是 果乾的感覺 嗯 不好吃 普通 好 好啦 我們今天就開箱到這裡 由於零食太多了 如果你有想要買 歪果零食嘴的餅乾的話 可以輸入我的折扣碼 叮叮 DING DING 就可以折50塊喔 好啦 影片今天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 按讚分享 如果想看我吃什麼東西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想知道我更多資訊的朋友 可以搜尋我的 臉書粉絲專頁 大衛王叮叮 我們下次見 bye